他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结果呢就要叫他 你按照我的指示到银行去汇款啊什么的 结果他到银行去的时候 真的要去把钱汇出去了 结果写户名的时候 把人家诈骗集团的户名给写错了 又跑到派出所去问下 才知道说哎呀原来自己被骗了 再加上远景及时帮忙 才让这位太太还好哦 保住了他的80万 全姓夫人神情紧张地走进派出所 手里拿着汇款单 心里有两大疑问 向远景说明 自己接到电信公司的电话 觉得毛毛的 还要问远景字怎么写 到底是哪一个蓝啊 蓝的蓝 会到这里去 还是蓝的蓝啊 对啦我都不晓得啊 他妈不知道 都很听他的话 多亏远景提醒 让富人免于被诈骗 这让银行的汇款单上 汇款金额写着80万元 数目不小 这可是富人全部的家当 为了感谢远景 富人又再次回到派出所 深深的鞠躬 紧紧握住远景的手 万分感激 富人激动地掉下泪来 远景也忍不住 红了眼眶 这名富人 独自抚养三个儿子 自己在皮革厂当 零食工 日薪不到千元 最近又刚失业 这八十万元 是富人一家 仅身的财产 国小毕业的 陈欣富人 认识的国资不多 接到诈骗电话 信以为真 到银行汇款 写错了一个字 才保住了八十万元 加上远景及时帮忙 才让诈骗歹徒无法得逞 中天新闻 江志南叶佳文 台中采访报道